在前两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 韩剧和日剧很是热闹过一阵子 而今年的电影节上 一共有十部泰国电影 在上海的多家影院轮番的展映 票房也是一路的飙升 其中有一部呢 还入围了本届电影节的最高奖 金绝奖的冰雪 那么泰国电影为什么会这么火呢 正在上映的是泰国电影初恋这件小事 虽说是下午场 湖北电影院大厅六百多个座位 却几乎满座 作为本次上海国际电影节 泰国电影周的开幕大戏 初恋这件小事 表现了纯纯的校园恋情 以及历经成长后的重聚 唯美的画面带着淡淡的哀伤 青春萌动的情愫 得到了观众的共鸣 我以前没有看过泰国电影 以后要关注一下了 想起了我们的初高中时代 描写的也很真实 他的利益很更高 我就觉得他最后的利益更高 所以我们的 就是我们国内的编导 要好好的学习 爱就在身边 曼谷青鬼恋曲 你好陌生人 这些表现唯美爱情的泰国电影 不仅打造了偶像云奇的视觉享受 也提炼了对于生活的细致观察 和丰富想象 他们可以让他们有同一样的经验 所以他们可以想象 他们可以变成一个角色 或变成一个主角 记者了解到泰国电影的制作成本一般在70到100万美元左右 在动则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国际电影市场上 实在算不上以大投入取胜 就在此次电影节举办之前 有着相同特质的泰国电视剧已经一军突起起卷了整个亚洲 从而也带动了电影票房一路飙升 泰国影视剧的成功 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中国电影 影评人士认为 今年来国产影片常常把投资上亿的古装片作为第一选择 似乎只有古装大片才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 于是荧幕上题材雷同情节似曾相识 为制作大场面的后期成本也逐期增加 但是票房却并没有带给投资人惊喜 我们所谓的中国式的大片 现在走入一个误区 就是题材非常雷同 对泰国电影的这么一种崛起的力量 我们中国电影人士要 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中国电影需要多元化题材 在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后 开始有电影人逐渐把目光投射到城市题材的作品 再次回归到讲好身边故事的拍摄理念 刚刚热印的影片《罪爱》就因为贴近现实 关注普通人的情感而赢得了观众口碑 同样的今年三月 文艺片《观音山》在公园的电影淡季里 也收获了七千万元的票房 正如业内人士所说 一部影片的成功除了本身内涵之外 发行和宣传也同样重要 在今年的电影节交易现场 泰国电影代表团就以20多个电影公司 集体出击的形式在现场大力推广 并且细心的在海报上标上了中文 而早在电影节开幕前 他们的明清艺人也已经率先亮相 为泰国电影吸引人气 我觉得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 我们希望中国的一些电影代表团 也能抱团出国进行营销推广 那么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可能不是一家两家组团所能达到的 可以看到 在今年电影节的中国电影项目 创业投资洽谈会中 新锐导演带来的项目 在内容和叙事方式上 大多跳出了单一的格式 题材涉及了城市 乡村 黑色幽默等各个方面 而参加创投的作品 也已经全部找到了合作方 这也为中国电影业带来了新的气息 在上周闭幕的上海电视节上 泰国电视剧也受到了年轻观众的欢迎 不少观众认为泰剧 景美 人美 可以说是日剧 韩剧 美剧之外的视觉新大陆 与电视一样 泰国电影的成功经验 也值得中国电影人细细回味